像是密序里面所讲的 一切胜利者诸佛在智慧的秘义界中都是平等的 他的意思指的就是所有诸佛的本性就是无二的智慧 就像是我们这次修的极乐禁途的法门里面也提到 在极乐世界当中并不是只有西方三神 而是有上亿数不清的无量诸佛菩萨 环绕着西方三神 为什么说数不清上亿 原因就是说所有的诸佛虽然在像上面 在外像展现上面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他们的心意就是法神 就是无二的智慧 就像是大海一样 所有的河流最终都要回归到大海 当它进入大海以后没有任何的分别 不管是东边的坡浪还是西边的坡浪 不管它是卷起来的海浪还是平静的海面 它的本性就是水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不同的 所以你应该要晓得 你如果成就一个本尊的法门 就成就了所有本尊的法门 同样的 你像一位僧人做祈祷 或者是供养 就等同于 像三世诸佛做祈祷 跟供养 原因就是因为 佛身在外向上有不同 但是佛语跟佛意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所以你像一个本尊进行赞叹 等于赞叹一切本尊 它们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这样子了解的话 就不会有修这一尊 转修那一尊 问题 或者说到底是 是不是当的 毛病 你应该要清楚的辨别 世俗本尊 跟初世间的智慧本尊 差别何在 如果你把它当成是 你把它当成是世间的天尊来看的话 问题就很大 因为你是紧抓着我执的 紧抓着我执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用世间 拜神明的方法来依止本尊 这个时候 你就会希望财神能解决你的财务问题 当他解决不了 你就对这个法门 产生后悔 但实际上你财务问题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根本的癥结何在呢 是因为你暂时的 过去的恶业显现 所以你不可能 能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 而不是本尊的问题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 一定要想得 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 所有的诸佛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本性就是 饶意众生 他们的智慧 就是无恶的智慧 所以抓住的 第一个要点就是 所有胜利者诸佛 在智慧的秘义界中 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为了要 能够 饶意有情众生 所以不断地向 诸佛菩萨 向本尊做祈祷 我们在修本尊余界的时候 就抓住这两个要点来修 有很多事的 但我会知道 是 不许生 我们在学生 里面的 部位 我们在学校 里面的 在学校 里面的 不管爸爸 Rafals就在做的 如果壹了 如果壹了 那些原来 disease fet然有了 这是海avin 中的豪狗 中国的生 App 所以予生我安九ат 一个人 better line 我 kij用着 海上很大 陈原广 在海上 一件后在渠�won 他 revelation 这个人是新鲜的一家人 学家这里是温和这样的一家人 学家人是离开小的一家人 我们认识重队了一家人 而是我们认识的一家人 我们的帮助一般人贴存在上学中有的 在这个生命上有一定到的日子 刚刚提到的升起次第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明观身相 第二个是意念亲近 第三个是佛慢坚固 前面提到的明观身相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当然是很好 不能做到一些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本事 有办法修明观本尊身相 能够做到念念不忘 很容易意念起本尊的身相的话 是非常有好处的 不管你修的是哪一个本尊法 你只要能够马上的意念本尊 然后念诵咒语 安住在那个境界当中的话 对于自己的将来的解脱是很有帮助的 你能够恒实的随时应念本尊 常常的念诵咒语 乃至于在梦境当中都可以 因念自心即是本尊 自己呢 又能够献起本尊的身相 在梦中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这种行者在死后不需要请人家来 帮他修破阿往生法 他在中阴境界当中能够成就报身佛国的 这就是所谓的中阴境界当中的报身破阿法 再来呢 所谓的法身破阿往生法 那个是比较困难的 你必须要能够认出所谓的沉睡境界当中的法身光明 那个是比较难的境界 不过如果你能够平常多意念本尊身相 在梦境 乃至于在梦境当中也能够献起本尊相的话 逐渐的就有可能在报身境界当中 在平平的阶段里面获得解脱 因为毕竟本尊就是心的自相 就是心的无二制的那个层面 我们的心就像是房屋里面的住户 而我们的身体呢 就像是这个空空的房子本身 心就是真正的真正的主宰 他的本性呢就是实际的本尊 所以如果能够意念本尊的身相的话 对于解脱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你对于上师特别有信心 能够意念上师的身的话也是可以的 不管是意念本尊的身相 或者是上师的身相都是一样的 今天宋公尊者曾经讲过 破阿往生法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最上等的呢就是了知 自己的心事跟上师和本尊是无分别的 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破阿往生法 那个是通达了就近实相 即是无二制的破阿往生 中等的呢 是内心当中恒实能够意念上师 跟佛菩萨比方说你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身相 这个是能够在帮助我们在中阴的第二阶段当中 获得往生的方式 这个是中等行者的破阿往生 那要是什么呀 但是我认为我认为 都在那里面上的 我认为我们在做了个人的 这就还有那种 我认为我认为 这就是 我认为 那是 我认为 那是 你去年 那是 我认为 这就是 你去年 我认为 我认为 只要打耳製,你都在搶了一天,可是我第一天都知道 我也是,我也是,我但是就在玩 天空呢 鄉白地駕死一天 所以我也是,我只得一天,我只得打耳製 还有ň製,傻や收藏 所以傻や互相就是,不是有了 所以、一天會不會有殺雞,他們會不會殺雞。 如果他們都會殺那些雞,他們與他們沒殺過。 我沒有殺又想要殺死人了, 但你說得不害怕。 我觉得点没关系说 咱们放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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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下来说 他在一些最初的最初的出生意 他是他在很高一家 他在edy参与参与他人认识的 他从何时出现已他人以认识 他在一节之后 他从来说他在无法障礼的 他在中国叫他 他在这一系列 用正供應的這 1949 雰 syntax 把絲過來謀悅難以為 日臀胃則幹壕迫 日臀胎根吧 一體陸細胞而言 也有 Za子 Carlos 有 Pedram 犯有的人, 代言 又是 天了 那些人 人也有 人有的人 人是 那些人 那些人呆 奸有的人 不准得这些人呆 这些人呆 中共是在我的 那些人呆 那些人呆 如何是 管理上的 罢了 所以本尊《申起刺激》当中的三个要点 明观、神像、意念亲近跟佛万兼顾 是我们在这边解释的重点 前面已经讲完了 第一个跟第二个 我们稍微再整理一下的话 关于第二个意念亲近 主要是透过亲近心来解决我们的妄念 来让我们的妄念一一地获得分析 获得消融 当我们意念亲近的时候 就是透过刚刚所讲的表示象征 跟它的意义之间的关联 不断地去看 仔细地去看本尊身相的每一个细节 不管是寂静尊也好 愤怒尊也好 你反复地去观这每一个细节代表的意涵 会让你的心越来越清澈 越来越明晰 比方说当你看着本尊的五佛观的时候 你就要说 哦 原来这个代表着五种本来的智慧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现在内心的五毒分别烦恼 亲近的面貌 就是五种本来的智慧 所以要戴五佛观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意念亲近指的就是 不断地去意念诸佛的每一个细节的功德 透过这样的意念来拆解你内心当中的妄念 这是第二个意念亲近 第三个是佛曼千古 佛曼千古基本上就是要强化你跟本尊之间的连结 相信自己的心跟本尊的心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佛曼千古的要点所在 假使你觉得观想本尊的身相很困难 然后一一的去意念亲近的这些象征表示跟内涵 也很困难 你做不到这些的话 那你可以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深信自己的心是菩提心 觉得菩提心 深信自己的心就是本尊的心 对于菩提心产生由衷的信念 对于利他心产生急切的必要性 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观想也观想不来 这些意思我也都不懂 什么一年亲近的意思我不懂 可是我深信我的心就是本尊的心 我深信利他心 这样子就足够了 深信自己就是本尊 深信利他心去念诵咒语 最终就能够让你不会忘掉本尊 我们要把握住的佛曼千古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不忘本尊 能够强化你跟本尊之间的联系 就像是像藏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有个习惯就是马上就开始呼喊本尊 马上就度目度目救我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习惯 这是很好的习惯 就是说当你遇到任何苦难 任何危险的时候 能够马上念起本尊 你一念起本尊就会 你能够有一分的意念 就会有一分的福德 这个福德是什么呢 这个福德就是消融你的习气 消融你那个固着的习气 所以对于本尊的在在意念 身心自己就是本尊 这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有很多的本尊的法门 但是你选择一个 你自己非常适合的法门 专注的 这样子不断地去培养 自信就是本尊 不要忘念忘失本尊 常常能够意念起本尊 就是你专修这个本尊的重要性所在 在这样子的提起自己心 就是本尊的心的意念之下 不断地多诵咒语 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抓住这三个要点当中的 佛慢兼顾 然后不断地去念诵咒语 不断地提醒自己菩提心的功德 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本尊 这样子修的话 就能够切忠要点来修本尊的传修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反应 我们在这些中和小方的 一个部份 人家的显示 坐在文尼孟尼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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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 所以我今天没看见 他就能够定了 一 上居里面 都没有 这就是刚才那个岛的你 因为你你这一天就这么说了 你叫个岛岛那小岛的心里 然后你找个岛岛那小岛的 当不见就放下 Joly 你乔得了在这一天就很做的 你去咱们讲了 你不听说他必须要她不问她 所以她不是说他 中文字幕提供 ачilan將一 camel到目前為止 女王中之wan的 你們有群肉是這裏 這個長arı真是 巴不上 第一� offic 你会說 難以報 雲 您要是 你看看 鴁 кораб 一 cerve 寫我每次去习家人 是我自己去习家人 我都叫我习家人 这就叫我习家人 在习家人家在习家的人 用来习家人 但我以为习家人的习家人 要习家人 这还是要不来的 这才是大国有的 那这些人是大国有的 那军有的 这也有的 那这些人没有大国有的 这些人没有大国有的 这些人没有大国有的 那这些人没有大国有的 这也没有人是 所以前一段关于佛曼坚固的要点当中 我们提到重点在于 生性自心即是本尊 那么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新一派跟旧一派 就有不同的本尊的修法的要点 以新一派来讲 通常是把不同的本尊法门分类为 四部密序的成就法 每一个本尊都有各自的特色 各自的成就法 这是新一派的传统 旧一派的传统通常在本尊禅修时 都是按照莲花生大士所归纳的 念修四支的要领来修持的 比方说如果按照新一派来说 有些人就认为某个法门要如何如何修 才能够去除疾病 然后要怎么样意念本尊 要念诵多少咒语才可以 就有很多人问说 我修这个本尊可以吗 那修他的咒语要念多少次 一百次够不够啊 那这些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关键所在 当然你如果多念这些咒语 对于自己的健康也有好处 比方说你常常的念咒 可以透过这个念咒的频率 让你的内脏也获得协调 如果有胃病的人 多念咒会能够改善的 当然这是就世间的相对世俗的角度来讲 他就有的一些当下的好处 另外呢透过念咒 你也可以直接的意念本尊 那么直接意念本尊 就会符合旧一派 前一派里面所讲的念修四支 里面的第一支念修之 念修之就是当你在意念本尊的时候 观想本尊的身相还有咒慢 咒之的时候咒慢它是不旋转的 仅仅只是观想咒慢中子字 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念诵咒语 我们称这个阶段叫做念修 在接下来呢你的稳固性稍微好一点 你就开始观想这个咒慢旋转了 然后在观想咒慢旋转的同时进行咒语的念修 并且应验本尊 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静修靠近的静 第三个呢是旋转的咒慢 它开始放光上供诸佛 然后照射到光芒照射到六道众生的时候 进化了六道众生的盖上染污 这样能够放射出光芒并且继续 观想咒慢放光并且继续念咒 这个就称为修 修行 第四个呢是因为你修这样子的观想的时候 你自然的对所有的众生都拥有慈悲心 你晓得所有的众生的本性 心的本性呢就是本纪如来藏 它是本自清净的 它就是本来的智慧 所以你安住在这样子 一切众生都是本来智慧 都是无二制的见地当中去做修持 这个称为大修 我们常常说大修法徽的加持力非常大 就是因为它具足这样子的见解 那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程度 常常念诵本尊咒语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念诵本尊咒语的时候 是否拿根念著在那边记述 这不是我们的关切的要点所在 而是要尽可能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不断的念诵咒语 不断的依念本尊 如此一来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自己不跟咒语相分离的话 那就真正非常有帮助了 当我们还能够做到的 大修法律 在看来 大家知道我们是 人家人们 不知道是 这三个 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这些人都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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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 有些人都能够做到的 那些人是 三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是一談的欢迎 明天哪就说白了 白的脸是很划算的 这方面的流程会里面 这个没效的 没有事 就是 这宜典时 是四川的 天气 人们都带来了 人们说 这些人生会 没有人 这些人使用 人们说 这些人抓到一个联系 这些人 这些人都抓到一个联系 这是 福利业来的联系 一 rupees 都是人的联系 这是 鳌鲶联系的联系 这个联系的联系 就加仗佛蘭玉子 如果是鎖子昂上?.. 这个鎖子昂上ters面 这里� Credit 阿red和后面的鎖子昂上船炳 就是烦蔷子昂上船炳 所以就叫了大型灯 就是上船泳子昂上船炳 然后去屏后就里沙下 避养的鎖子 那里沙下来都在区域 但是 这些人和 这些人都没人家做 这些人做的 这些人做的事情 这些人做的事情 然后 这些人做的事情 这些人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人做的事情 其实他们做的事情就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 这些人做的事情 这都会让你加油的 曾经往里面来 都会让你先回忆 有一个教授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教授就是 横实不离本尊的自信 横实不离本尊自信是什么意思呢 最终极的朋友就是本尊 就是慈悲心 它是我们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朋友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教授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 遇到很多的苦难 比方说有人生病了 有人遇到困境 有人可能过世了 作为他们身边的人 作为他们的父母 我们可能会为他们担心 为什么会担心呢 因为我们爱他们 那这个爱是不是慈爱心呢 当然是 是慈爱心它就会有好处 可是它完全都是好处嘛 也不尽然 它有两个层面 就是利弊参半分 它因为是慈爱心 所以它会带来好处 但是因为这个慈爱心是局限的 它是出自我直的一种爱 你对于这些特定人士的关怀 是仍然带着我直的 只要是带着我直 它多少都还有一点伤害性在里面 所以仅仅只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当然是有好处 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的 因为你仍然离不开我直 那你在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人呢 你应该是要想到 他也在受苦 其他的众生同样也在受苦 我对他有爱 我对他有担心 我同样的也应该要观想 对其他的众生的爱跟关心 为了他以及如他一般的所有的众生 而去祈祷度母 在无我的 就是抛开我直的情况之下 把你的祈祷扩展到 成百上千上万的这些众生 这时候就能够不带着我直的来帮助众生 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去世了 你关怀他 所以你非常想要为他做什么 但是进一步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 但是进一步你应该想 所有的众生也都曾经做过的父母 所以我的这个关怀 我对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应该要更加的扩大 能够到无量的悲 无量的慈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心里面怀着对等虚观众生 都是父母的想法 去修任何的法门 你修什么样的本尊都可以的 你可以观想男性的 男性可以观想 女性可以观想度母 在这时候你要修任何的本尊 意念什么样的诸佛菩萨 意念什么样的咒语 念诵什么样的咒语 都会产生帮助的 因为你的心是广阔的 是广阔的慈悲心 那这个时候 因为没有自私自立在里面 没有我执心出发 所以你的那个纯粹的立他的心 是能够消融业力的伤害的 所以我们为了其他的众生 能够离开忧苦 所以去向本尊做祈祷 这样的话 那个慈悲心的力量 是与你 长相伴随 恒时与你同在的 不会与你有任何一刻相分离 否则的话 你总是有着我执的心 这个我执会带来痛苦 而那个痛苦会刺伤你的心 因为我执 所以人们可能会觉得 苦苦无依无依无靠的 有些人会走向 这个自我了结的路 常常是因为感到无依无靠 这就是因为 我执心非常强烈的 如果我们懂得 常常一念本尊 本尊的心就是慈悲 这个慈悲的心 跟我们的心 从来没有分离过 所以它是最可靠的朋友 在还没有证得佛果之前 这个不会带来痛苦的 慈悲的朋友 也就是本尊 它永远都会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意念本尊 意念本尊 意念本尊就是在意念自己的 内心当中的慈悲 这个慈悲心会永远 带我们战胜所有的痛苦 所以这个教授才称为是 最为殊胜 极为重要的教授 他人来说 他在说 他在心里面上 在心里面上 平静的心里面上 在心里面上 在心里面上 但是我以后把创造成的 我一开始就这么 slides 都是的 adım 我的意思说 我们在三年以后 发生在三年以后 大家可以继续做一对 所谓跟三年以后 这三年去铒铛 我们在四年以后 都要把创造成的 最初的意思是 你们在我窃了吗? 没了,这些人都在家里, 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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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我们要午休了, 也有给大众分发发本, 《极乐世界仪轨》的发本, 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都能够多念诵阿弥陀佛的心咒, 然后也能够尽可能的, 用悦耳的声音去唱诵它, 我们大家一起练习, 乃至于在共休的时候, 能够一起唱诵这个咒语是很好的, 当我们有透过网络的直播,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 能够听到这个咒音, 所以大家尽可能的把这个咒音 唱得好听悦耳, 因为凡是听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 无处没有六道的众生, 他们如果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咒语, 都能够促成他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 所以这是累积福报利益他人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希望之后呢, 我们明天也会有共休的时候, 也会有大家一起唱诵咒语的时候, 在这个段落时, 就请大家尽可能的以悦耳的声音来唱诵本尊的咒语, 好,接下来就休中午的午休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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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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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不必行 食不致命 如是重苦 皆由先世为依福故 多杀生命造种种罪 出家菩萨极不如是 随其所得不嫌出恶 但怀惭愧以冲法医 得时胜利 一者 能复其身远离羞耻 具足惭愧修行善法 二者 远离寒热及以魂芒恶受独从 安逸修道 三者 视线沙门出家相貌 见者欢喜远离血腥 四者 夹沙即是人天宝床之相 尊重敬礼得身犯天 五者 着夹沙时生宝塔相 能灭重罪生出福德 六者 本质夹沙染定坏色 离古欲想不生贪爱 七者 七者 夹沙是佛静一 永断烦恼做良天故 八者 身着夹沙醉业消除 十善业道念念增长 九者 夹沙犹如良天 能善增长 菩萨道顾 十者 夹沙犹如佳咒 烦恼不见 不能害顾 智光当之 以示姻缘 三世诸佛 圆绝声闻 清静出家 身着夹沙 三圣同坐解脱宝床 直至贵剑破烦恼魔 供入一味诸涅槃界 而时世尊而说济言 智光比丘应善听 大福填衣时圣地 世间依福争欲染 如来法福不如是 法福能遮世修齿 惭愧圆满生福田 远离寒暑及独虫 道心坚固得究竟 世线出家离贪欲 断除五件正修齿 占礼夹沙宝床 宫敬身于梵王府 佛子披衣身塔想 身福灭罪感人天 肃荣致敬真沙门 所谓不然诸成俗 诸佛称赞为良田 利乐群生死为罪 夹杀神力不死亦 能力修植菩提形 道牙挣扎如春苗 菩提妙果泪秋石 坚固金刚真假咒 烦恼独剑不能害 我今略战十圣地 历劫广说无有边 若有龙生披衣律 得托金翅鸟王氏 若人渡海持此衣 不不浓于诸鬼奈 雷电霹雳天之怒 披袈杀者无孔味 白衣若能轻捧持 一切恶鬼无能尽 若能发心求出家 燕离世间修佛道 十方魔宫皆震动 世人肃正法王身 大悲菩萨摩科萨 从百宝藏如来言 世尊 我如是立愿 乃至随我 计数十行无上菩提行 无上菩提行 所劝化众生 于坛波罗蜜 以善劝化众生 乃至毛义分之一修行 乃至菩提记 不令彼众生 住三称地 无退转 乃一亿人者 令我永已不见 十方无量 阿僧其世界中 现在住世说法诸佛 令我不成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世尊 我得无上志义 其有众生 于我法中 着染夹杀者 若犯根罪 若因诸见于 三宝师范众过罪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由于我所能 一念请 发诗事 享生恭敬心 若与法 生其恭敬意者 世尊 我若不受 比众生 三称 不退转计 一亿人者 令我 永已不见 诸佛世尊 乃至 不成 阿妞多罗 三秒三菩提 世尊 我歹 菩提 以 令染伏 加沙 为天世人之 所尊重 恭敬 公样 其有众生 得见 加沙者 令于 三称 得不退转 其有众生 饥渴 所逼 罚骨饮食 若夜叉贫穷 若人贫穷 若于恶鬼 其恶鬼众生 得染加沙 乃至四指 令笔一切所求 饮食随意充满 其有众生 无相和顺 多饶愿寂 共相斗战 若天 若夜叉 若罗茶 龙 阿修罗 加罗罗 锦当罗 魔猴罗茄 酒盘 酒盘茶 皮色遮 急于世人 交正斗食 能念 加沙者 令比众生 得悲心 软心 无怨心 敬心 随用佐心 众生 若于斗战 若于征诵 为护神故 尊重 恭敬 供养加沙 长池 自随者 令笔众生 所在 常胜 无能顶着 从斗战 征诵 安宁 解脱 世尊 若我 加沙 不惧此 无胜得者 令我 永已 不见 十方 诸佛 世尊 乃至 令我不能 聚作 佛事 令我 诸法 西皆 妄施 令我 不能 降伏 医学 尔时 保障如来 身又必 以首 摩大悲 菩萨 顶告愿 善哲 善哲 善 善丈夫 所愿 善善 辩才 妙胜 善丈夫 如是 如歹 菩提 辩妻 辩妇 加沙 由此 武圣德 饶益众生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盖茨 三一而称福田者 增辉地云 田齐储水 生长家苗 以养醒命 法医之田 润意四粒之水 增齐三善之苗 医养法身会命 藏意经语 袈裟有十种利益 医者 菩提相守 二者 众处人天 三者 父母反败 四者 狮子舍身 五者 龙披免耐 六者 国王惊性 七者 众生礼拜 八者 罗刹恭敬 九者 天龙护幼 十者 得诚佛道 有悲华金云 佛于保障佛前发愿 愿我成佛实 夹杀有五公德 一 入我法中 反众邪见等 于其念中尽心尊重 必得三称寿记 二 天龙鬼等 能尽此夹杀少分 及得三称不退 三 若有鬼神诸人 得袈裟乃至四寸 饮食充足 四 众生共相违背 念袈裟寻生此心 五 若持此少分 恭敬尊重 常得胜他 常得胜他 大论运 世子受持境界是其性 替罚染医世其相 四分律中 佛告朱比丘 随所祝福 常语三依据 譬如鸟之两翼 横语身据 如等舍本足性 以性出家 应当如是 所到之处 法医随身 不应离诉 生启律中 薄言 比丘三依一波 虚长随身 为者 初戒解罪 当尽三依如他想 十颂律中 薄言 顾三依如自辟 顾波如眼目 所行之处 与依波聚 无所顾念 犹如飞尿 若不齿三依 入聚落俗人处 犯罪 五分绿 三依紧护 如生薄皮 常须随身如鸟之鱼 飞走向水 大乘泛往菩萨界中 佛言 若佛子 常因二十投驼 东下作禅 节下安居 常用养知 早豆 三依 瓶 锅 重剧 席杖 香炉 露水档 手筋 刀子 火髓 镊子 神床 金 绿 佛像 菩萨形象 而菩萨行头陀石 及游方石 行来百里千里 此十八种物 藏水起身 遗者皆醉 盖三依一波 乃佛佛情史 祖祖寿寿 七众同尊 两寸共治 若云出家佛弟子 依波可离 东西凉土 鬼则不同者 请悦三藏 何今何律 何论许开 当知佛言可信 凡语无凭 有智慧者 悟然邪风 需坚信力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特惟病鼓者 旗见49天要师法会 攻请慧姓法师主法 日期7月20日 农历6月3日起 至9月14日 农历7月30日止圆满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寿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因与果可分为两者吗 上师答道 一一有情众 皆具正五值 佛超越时间 不分因或果 无有新事物 可寻或成就 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我们应当拥斥爱与恨吗 上师答道 五读无需予以拥斥 决心亦非虚达之事 敌人非是憎恨标记 亦莫以爱气己与有 你空性的心 是一切的作为者 因此你可以坚定信节 五读情绪乃自行消融 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轮回与涅槃各自为恶与善吗 上师答道 轮回自信 乃为一元法 一元一指非实 烧即是 瞬间即是 其自信为空 超越善恶 乃横实空卯 对此 你可以坚定信节 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三生是如何在一己之内的呢 上师答道 心的空性 自信是法身 其能知为报身 其不受限的功德为化身 你可以坚定信节 三生本出即在一己之内 其根本上离于三读 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法性的自信 可运用于修持之中吗 上师答道 了正自信其空性 本质时 如见佛果 非须到达之处 亦非藉由归于三宝而得 非为藉由努力成就 而造之物或法 对此 你可以坚定信节 感谢观众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法之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